新晋娱乐圈油盲的称号 颁给杨阳可一点都不委屈 油腻和文盲能同时存在也是绝了 前有偷偷藏不住的极致男性凝视 现在又出来了个我的人间烟火之油腻男人 现在的电视剧还真是不敢轻易打开 不小心就得被吸走半条命 尤其是我们的新晋游王杨阳 实在是自来游时选手 那游多的估计炒菜都不用再买了 今天咱们就来浅浅的欣赏一下 人间油雾杨阳的人间烟火 吐槽前生命 杨阳的确是九亿年在军艺毕的业 不过人家是军艺中专毕的业 军艺毕业的还有沈腾大叔和沙翼老师 不过不同的是人家两个是本科 而杨阳兄弟是中专 所以以下文盲行为确实是实力出演 请大家莫要见怪 先来说说这文盲吧 毕竟杨阳身上的油腻 那可是与生俱来的 说都说不完呢 咱们就且看人间烟火 这一部剧的宣传 就足够看出这位的文盲程度了 恐怕是再逃义务教育之一年级 首先就是在发布会上 有记者对两个主角发问了 想听听他们对彼此角色的看法 急着问完之后就非常尴尬了 杨阳第一反应就是推给王处然 让他先说 并且就在女主角讲话的时候 她可是疯狂的求助导演 想找外援帮忙 女主说完之后给她讲话了 她却只会说两句 对对对 是是是 等到了让他俩互相说说 对方演的怎么样是 杨阳更是直接甩出来一个字 夸 于是呢 王处然可是真的非常认真 再说他到底哪里演的好了 什么加了搞笑的东西 什么代入感强之类的 但是这杨阳可真是 有米不尽的典范 她夸王处然演技的时候 就只说了一句不错 还真是导演演一下 再加上粉丝耳聋啊 杨阳这夸赞人的话 还真是简介有力啊 最离谱的还是在线上宣传的时候 主持人邀请三个主角用一个词 来形容一下这部剧的感受 而轮到我们的杨阳兄弟时 他可是戏太多了 先是假装信号不好 听不见 实际上可能是脑袋空空 终于磕磕绊磕绊 突出来两个字吧 人家说的还是活活 真是多亏了主持人的唠唠 不然还不知道这宣发的尴尬成什么样子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游王 用一位粉丝的犀利点评 那就是杨阳膨胀无能 粉丝作哑装聋 观众不敢吭声 从杨阳牙痛那里就已经开始不对劲了 别人的牙疼是真疼 杨阳这可不一样了 她的牙疼却是 我牙疼怎么还这么帅 毕竟杨阳就是凭着人家那张 被公认了的帅脸出道的 而一种观众 可是一边欣赏她的美貌 一边在她的油腻里备受煎熬 假如我们来分析一下 杨阳究竟为什么会这么油呢 那大概率就是因为 她对自己爱得太过于深沉了吧 而这份爱意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出心不改 从刚出道的时候 面对颜值打分 她就有勇气 给自己打了一千分 我的老天哪 原来帅哥自知是帅哥的时候 就会变成杨阳吗 那还是求求大家都不要知道好了 十分离谱的环节要来了 那就是此前的央视晚会 也不知道非要请一帮明星来干嘛 还大多是些义务教育漏网之鱼 且不说别人了 你就看看杨阳推荐的那本写真集 还真就是突兀了 这谁在正经官方节目上 推荐自己的写真集呀 这对自己爱得也太深沉了好吧 别人推荐的好歹还算是本书 这杨阳还真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呗 那写真集能叫书啊 说好听了 那叫杂志 不好听了 那不就是半衣营图片集吗 求求看看旁边小弟弟们的眼神吧 不要带坏孩子们啊 而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了 他对杨阳的油腻模仿秀 可谓是神还原 故事发生在一档综艺里 景伯然出门擦了狗屎 所以有幸跟他住了一个屋 于是便有机会大饱油腹了 根据景伯然的描述 杨阳似乎就是命定的镜子新娘 毕竟这家伙照镜子能照上一天 而他也学会了杨阳照镜子时候的生动表情 那就是 最搞笑的还是 当他问杨阳几点的时候 对方居然大开手表 对着上面的小小反光板 开始欣赏自己的美貌 之后又对自己的蜡像 表示出了深深的热爱 他可是一直对着蜡像版自己 头去炙热的眼神 咱就是说 他看《人间烟火中的女主事》 也从来没有这样热烈的眼光呀 看来只有把女主角 换成自己的蜡像 观众们才能看出他们的爱情 说的对呀 不怪我们的杨阳哥哥 只能说导演选角失败呀 这边建议 下次还是让杨阳和杨阳演一场恋爱剧吧 观感体验应该会更好 然后就是更离谱的事情要来了 杨阳在参加综艺的活动时 摸到了奇怪的东西 于是她的表现间是 惊讶 并且迅速变成了一个wink 呃 这一段我就真的不做评价了 且看一下维嘉老师的点评吧 真的是谢谢维嘉老师 做了我们的嘴涕呀 再说回人间烟火 我觉得这部都不能叫人间烟火了 可以改名为人间油屋了 杨阳的游戏限定版偶像包袱 都可以说是死死的汗在了她身上 这可真是一点都不夸张 就光从剧情刚开始的男女主校园时光 就可以看出 就是杨阳的一缕发丝 也全是精心装饰过的 并且她和许清分手的追车系里 跑了不知道有五六不没 刘海倒是整理了五六回 再说回最搞笑的 就是女主给大家科普的时候 拿着杨阳做饭力 没想到这家伙刚一脱衣服躺下 那肚子吸得把肋骨都累了出来 难道说这是为了衬托 那不太丰满的胸肌 还是说是为了掩盖自己 从没有拥有的八块腹肌 并且杨阳不禁嘴上充盈 就连睡觉的姿势 也都是硬邦邦直挺挺的 毕道还给她做了个兽灵分析图 只能说专业哈 这家伙说个叫 估计也顺便把脖子的肌肉给练了 还真是刻苦呢 这就不得不得再提一句 在综艺上摸到恐怖东西时候 她的帅帅模样 实在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要说这部剧 可是一下子带回了两个人 一个是万年游王杨阳 另一个则是演技出众的魏大勋 那我就要发问了 为什么魏大勋明明演技出众 但大家却四肯没有记点呢 反而在这部剧中 到了男二 这演技却是蹭蹭蹭的被大家发现了呢 这可一点都不难猜吧 当然有六成是咱们杨阳的功劳呀 毕竟换了剧中的任何一个配角 来对比 那你肯定也会觉得 配角演得比男主好 甚至有网友大胆开卖了 我的人间烟火 被评的四点一分钟 有三分是给了魏大勋的 一分是给了陈景老师 零点一分是给女主的颜值的 而现在 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 她现在的评分只有三点六分了 已经开始逐步下降 只能说就这也是给的高了的 最终杨阳的领演技 咱们只看一个点就能明白 那就是她无时无刻的皱眉 似乎杨阳只用一个皱眉 就可以把角色的所有情绪 全部表达出来 咱们到底说她是牛叉呢 还是真牛叉呢 暂且欣赏一下吧 杨阳这丝毫不分情绪和地点的皱眉 哎 就有老师疑问了 难道是杨阳有干眼症 所以才未光老是皱眉 而明明是同一部剧 为什么杨阳和魏大勋 就完全是两种感觉呢 毕竟杨阳在表达痛苦 伤心 喜爱 告白等等的时候 全部都是皱眉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演的就是个家暴病态男 这哪有一点正牌消防员的样子 反观魏大勋 她可是把霸道总裁的性格内敛 全是得淋漓尽致了 她难道不皱眉吗 当然皱啊 就在她和女主吵架的时候 但她是可以控制自己眉毛的 是跟着台词和情绪进行的 并且在情绪高潮的皱眉之后 她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理智 并且皱眉也顺势消失了 不是说魏大勋演技就有多么的高潮 但是她做到了一个正常演员 该做到的程度 而杨阳则是不走寻常了 再者就说到了剧本的事 当然演的不好 有编剧和导演的过 毕竟女主饰演的到底是什么医生 怎么什么活他都能干 男主到底是消防员 还是耍帅男孩 作为消防队队长 竟然不知道灭火器不是玩具吗 这部剧的整体观感就是 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而杨阳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 中年男人 在饰演了二十多部电视剧之后 却依旧只学会了油腻 实在是不改初心了 并且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部作品都上映了 但他的拿奖经历 还是空空如也 最后这句话送给我们的 哥哥杨阳 以色代人能有几时好呢 好吗 好吗